五秒 四 三 二 是 IT 的一个时代 那我们知道就很多的一个问题产生 包括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现在非常盛行的 chat GPT 然后还有很多的 AI 的运用 甚至于我们看到 现在绘图的软体也是盛行于世 然后甚至于就是连声音 都可以透过这个音频的关系 能够有这个模仿的效果发生 那我记得上次我在立法院里面 咨询您的时候 因为这样因运而产生的很多的问题 到底从它的技术面 它是怎么样操作 会影响到它的法律的方面 它怎么样解读 上次也非常感谢部长 在立法院里面背询的时候 针对这个问题 也看到我放的孙燕芝的这个影片 然后也在立即的做出来回忆 它可以让我们很多年轻朋友 尤其是做二创的部分的朋友 他会知道说 在法院里面的分界是在哪里 那与此同时我知道部长在我咨询之后 其实也跟这个相关的部会有把这样的讯息 也告诉文化部也好 或者是其实制裁的部分是经济部 类似像这样的情形让大家都能够去了解在数位时代 尤其是AI时代 那么它所运用的技术跟它所产生的效果 它会有什么样的情形 那今天呢 我们特别请这个部长来呢 是因为我们知道当你在这个AI的时代的时候呢 如果你持续的用传统的思维的逻辑 然后去想这个AI的一个新的世界 网络世界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的东西它是格格不入的 就像我们现在在这个桌上的您用的是新世代的网络的这个记录 然后呢 我用的是传统的纸笔的记录 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 可是我们这个世代呢 是刚好它是传统跟网络并纯 那有时候呢 如果你用传统的思维逻辑呢 去看网络 他就会发现 奇怪为什么两个思维逻辑是在一个平行的这个宇宙 好像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交集 可是就像我刚刚前面介绍部长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部长呢 其实在尤其在日本 被誉为是这个天才的这个IT大臣 所以民众呢 对你有很多的好奇 也对你有很多的这个期待 那对于民众的好奇呢 我觉得就借今天这样的机会 我们先从你的这个从小的时候的这些的 这些的这个 为什么它能够让你透过这样的一个自学的方式 然后能够突破我们传统的教育 所以我相信这个民众可能 尤其是很多人对于网络 很有兴趣的话 他也很想知道说 部长的从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然后我知道这个好像爸爸妈妈 其实都是这个在媒体界的 所以他们的思维逻辑呢 也相对应的 其实是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 然后也比较能够接受这个新的事物 是不是在怎么样的团境之下 让你有一个自动自发自学的这个过程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我们年轻朋友们 其实他们非常非常想知道的 然后另外一点呢 我为什么在我的这个我们今天乡民监察院的首集里面 特别请你来的原因呢 因为我发现你的思维逻辑跟我有一点点像 虽然我们两个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是这个软体的 那我是法律的方面 那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我最近也出了一本书 就是这个美模女律师教你生活 这个不犯错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从法律的角度上面来看 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现实的生活里面有很多法律小白 那我相信从这个部长的角度 也同样的觉得现实生活中里面有很多网路的小白 需要提升自然意识 对然后另外呢可能从财经的人上面来讲的话 很多的股市的小白 为什么 因为在你的专业领域里面呢 你势必是跟着时代的前进 可是今天呢在网路时代里面呢 如果你是一个网路小白的话 那你的权益就会遭受到很大的损害 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什么IMB的这些的网路的事件 其实可能这些的投资人也好 他对于整个网路的操作 他可能不是这样的熟悉 所以我们在谈到这个比较深的问题 资安的问题当然我们也会谈 因为资安其实今天最大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在我们在谈这些的 很这个真正的今天所面临的议题之前 部长是不是先跟我们谈一下 您的小时候的经历 因为我相信您的小时候的经历 以及您的生平呢 应该是对我们的年轻朋友 他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的作用 好 谢谢委员 我幼稚园念了三所 小班中班大班念不一样 我小学念了六所 一年级到六年级 也没有哪一个一样 那国中念了一年多 那所以十年可以说是念了十所学校 从来没有需要做暑假作业 因为暑假我都爱转学 那到了国二的时候我就中措 就等于在家自学 那但是为什么 就是我每次转学到人的理由都不一样 但是为什么中措呢 其实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校长 北深国中杜惠平校长 他当时就是看到我 拿了全国科展的冠军 然后也把送上比较好的高中 那他是很勤勉我说 能够读好的大学 到出国念研究所 然后做AI方面的研究 因为当时我对AI很有兴趣 那但是呢 后来我就发现说在网路上面 大家有很多的研究者 已经把还没有到期刊的那些出稿 都已经分享出来 那所以呢 我其实根本不需要什么学位 我在网路上面就可以看最新的论文 可以写信给这些AI的教授们 那时候是你才卓二的时候 那时候是15岁的时候 我因为做科展 需要看很多网路上的论文 那当时1995年 就刚好是网记网路变成 大家都在用全球资讯网浏览器出来 Windows95嘛 那个时候 所以呢 我们就发现说 大部分的这些尖端研究者 他并不会care说我几岁 他实际上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学历 但是我只要对他关心的事情 有所贡献 那他那个email是会非常快 就非常非常详细 所以我就拿这些email 去跟我们校长说 杜小长 你要我读 在读十年的书 才能做研究 但我现在等于已经在做研究了 那我一天可以八小时上学 八小时做研究 或者如果校长愿意的话 我也可以十六小时做研究 就不去上学了 后来校长就同意了 所以应该这样讲 除了你自己的因素之外 其实机缘也很重要 比如说你要碰到 在你身边周遭的人 他能够认同你的想法 否则的话 我们讲说一般的家长 他都会很担心说 你没有这样的学历的话 那你将来生活怎么样子过 那你显然的 我觉得这个除了周遭的人之外 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说因为网络的发达 因为在早期的时候 其实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 要找资料的时候很辛苦 没办法说像现在手机一用 打一个字进去 资料就已经出来 我们还要到图书馆里面 从那个图书卡里面 先从字母查了之后 再去书架上面找 所以它事实上是很花时间 但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 时代的进步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 目前的这个教育呢 好像还跟不上这样的时代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让这个像 您会就是说跟教育部沟通的时候 也是让他们能够朝向 像您这样的一个情形来发展吗 还是现在是 在当年2014 2015 我还在那个担任 就有点像青年咨询顾问 专业顾问的时候 当时科发会院长 国家院院长有邀请我加入 身为国家科发会 所以我们在科发会里面 当然我的贡献诊一 是让科发会的讨论过程 是完全公开 但是在里面我们也提出一个想法 就是说在以前那种死记啊 硬背啊 什么考高分啊等等 其实没有人背得过AI了 所以事实上 这种个人跟个人的竞争 已经不太有意思了 反而现在在AI以及网络的时代 重要的是团队里面 人跟人怎么结肠 不断互相合作 所以当时的总纲 就是小年国家的总纲 自发互动共好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从内而外的这个素养 不是从外面来评判的一些标准答案 所以就从literacy 就是试读吧 变成competence 就是素养 我想这是我们因为AI时代 跟网络时代最大的一个转变 对 因为我知道以目前来讲的话 很多的这个讯息的部分呢 尤其像国外的名校 不管是MIT也好 Stamper也好 它很多的这个课程的这个内容 其实它是公开的 那尤其在这个OpenAI的时候呢 它鼓励就是说 你有任何的东西 你其实是把它丢出来 不要去太focus说 你写的这个东西 你拥有这个智慧产权 然后让大家能够透过这个共享的方式 能够让这个科技的发展更进阶 可是以目前台湾来讲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 你现在速发部的这个 很受外界质疑的部分呢 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的预算金额相当大 200亿 然后上次呢 这个委员也有咨询 就是说 那为什么这个速发部里面的这个人员呢 薪资都相对的比一般的公务人员高 部长要不要趁这样的机会呢 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好 那以目前来讲 比如说我们现在希望培育 我们的年轻的朋友 能够走一个 就是说不需要走传统的这个 教育的方式 那这样的 以目前的这个人来看的话 这样的一个能够值 你不能讲说值得我们训练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跟您以前过往小时候 能够透过自学的方式 然后有能力写这个 写program 能够写 这个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些人数 有多少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 我们就是说以同等学历 将来是通过同等学历的一个方式 at least他应该要有一个certificate 或什么东西 可以 因为我知道像这个 现在的我们在这个国外的部分 尤其我们大家都担心这个ChatTPT 因为他们连这个AI的训练 大家不是担心AI是很好 但是与此同时 它也有很大的风险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连软体它也能写 那现在 对 它可以把你的软体成事码 每一行都不重复 但是改写成功能一样 所以这样著作权 到底有没有侵犯能变成一个大文 对 这待会我们会讨论 因为我们上次 我们其实还想 那个 可能这个 可以操作一下 因为现在有绘图的软体 对啊 这个我们待会先 先把它挪到这个后面再讨论 可是它前面会牵涉到的 就是说好 第一个我们先讨论到 这个束发部 因为这个原来的时候 大家对你有很深的情绪 那后来不是提到这个 希望您做到的这个部分 包括资安 这个我们待会也会讨论 因为这个都是 全部都是民众关系的 但我们先挪到一个 这个主题上面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培养 这个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学子呢 能够就是他不一定要走传统的路 就像我们讲说刚前面讲说 我是传统的记录 你是新式的记录 他能够不走传统的路 可是他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就是因为透过次学 还是像这方面书发部有做任何的一个规划 跟这个 跟朋友吗 是 其实我在当年 就是我国中二年级 自己在家念的时候 在当时您刚刚提到同等学历 其实我就必须要再等两年 他必须要说别人拿到了高中学位 在当时是我要等 我相当于高中毕业的年级再两年 才能够再回去考高中的同等学历 所以他现在这个有突破 现在已经突破了 他没有差别 然后在当时在家自学 其实跟我同期的像赈亚尼 或者周俊逊等等 都是要校长特别牵准 因为当时有强迫入学条例 除非校长牵准 不然不能无故不道小的 但是在后来这个也突破了 各个地方政府 现在都有自学的审议会 所以不管是机构自学 团体自学 还是在家自学 只要写一个课表 等于是教育部的课纲之外的 自己的课纲 那这样子就可以在任何地方 来进行学习 那同样是几岁 就相当几岁学生的权利 那这个就是所谓实验教育三法 这个大概都已经有通过了 那有多少人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改进 受惠的呢 我应该 我的感觉是所有人 都因为这样受惠 因为在实验教育三法的推行的期间 有非常非常多的 不同的实验的教育的形态 在试各种新的课纲的做法 看到北欧的很好 就引进啊 看到人也很好引进 有些引进水土不服 结果就市场不选择嘛 有些引进 真的就做得还不错等等 那所有这些经验 就变成我们当时 在到了108课纲的时候 等于民间这些是research 那我们课纲是development 就是民间研究出来 可行不可行的 我们还放到设定国家课纲 所以在新课纲里面 学生也有自主学习的时间 这个是从民间的概念来的 那学校也可以自己有校定选修 或校定的必修 这也是从民间来的 很多的高中 现在就等于 好像是大学这样在办了 在排课表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对全民有帮助 不是只有进行实验教育的那些人 而是他们学到了回来 来 inform所有的人 那我们再回到前面的问题 还是就是说从书发部 因为从这个概念 从你去做这个执行 之后到你实际上面 能够运用这些的人才 中间是有一个时间差 那在这个时间差的过程当中 你怎么样子能够集结 你所需要的这些的人 能够让他到书发部 我们现在到书发部的 约聘的人员带有多少 我们本来依法最多一部两署 可以有三百人 那我们后来是说这三百人 我们只用八十五个名额 那绝大部分都还是失误官 最近我们又退回十个个人总 我们现在只有七十五个月拼名额 所以绝大部分都是失误官 都是还是一样 都是常人的文官 常人的文官 所以他事实上并不是像民间所讲的说 因为担心把侧翼啊 全部整合到书发部 也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形式 当时大家很担心说 因为司长跟署长都可以政务任用 依法 所以很担心我就是全部都用 就是民间的人 然后变成都是三百个月拼什么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目前所有的司长 所有的署长都是常人文官 所以我有政务任用权 但是我没有使用这个 那因为常人文官有个好处 就是他可以确定政策的延续性 像我们刚刚提到两百亿左右的预算 当然里面前瞻是两年期了 但是这里面一大半 其实是从NCC那个时候过来 去把偏乡的电信把它建设到 确保说我们所有的这些七百多个里啊 这些偏远的地方 现在超过95%的人口 都可以收到行动网络 当然有一些是光纤啊 ADSL等等 所以这些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让事务官继续当司长或署长 他本来推动的 他就继续推动了 因为我注意到你产业发展署事实上是从经济部署长过来 对他是正好是这个产业的 可是回到刚才我们的问题 所以简单来讲 部长今天也厘清了 就是说并不是像外界所知道的 这个三百个人都是约聘的人 好像是把这个网军拉进来 事实上是没有了 事实上只有75个人 但是75个人是不是都是这个软体的这个专业的人才 对相当多 而且我们之前主要就是编在资安署 其实就完全如同委员说的 就是现在因为像上市归公司都要有资安相关的设置 那或者是说像金融研 他们也必须要设置资安长和资安长团队 所以等于因为政策 有一个资安平台 没错 对 上次我咨询你的社会上 可是你知道这个最近发生的这个事情 就是财政部不是他的这个同一发票 那也是通告到那个平台 同一发票的这个发现这个个资外泄 其实等于是也不是这样讲 是说民间的白茂骇客 对 发现他拿到的那一组密码 对 如果他不去特别更改 对 别人的也有用同一组密码 这当然是不应该的 对 但这个白茂骇客他第一时间来联络我 对 那我就请他去联络到TWC 对 所以这几天之内财政部就等于是通令所有人必须要换密码 这个漏洞就补上了 这个就很像之前像租车公司什么 都是守望相助 就是在实际发生大规模泄漏之前 民间的白茂骇客先发现 对 然后先来通报我们刚刚的他修复 对 我懂 但是我知道你讲的 其实就是像那个 大家如果用手机 用那个Apple手机的时候 他会不定期的跟你讲 对对对 你要更新你的这个 这个 刚被发现有漏洞 对对 叫你赶快更新 对对对 可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就简单来讲说几个 因为内政部是把我们的民间的这个 互证的资料 不是就是外泄这个 2300多万人的资料 在国外的网路上面拍卖吗 按照 按照 简单的调查 不是从内政部直接写了 对 那他是从哪里出来的 这个就还在调查 那他怎么 他都还在调查 他怎么会知道 不是从内政部 因为他资料传输都有 就是有详实的记录 所以 不管是从内政部的内网 那或者是他GSN就是政府网路 那蛮确定说 在那段期间里面是没有传输 对所以 所以简单来讲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资料出去 那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我是讲民间 民间会考虑到说 如果这个资料不是从内政部的护证师 直接出去 因为刚刚前面提到 对 因为他格式也不对 他说格式对 那个花 花市长说格式对 只是说 只是说 他也是说并不是他们那边外泄的 但是民众最在乎的一件事情是说 这个讯息倒是出去 那我个人揣测 但我不一定对 我个人揣测就是说 因为前一阵不是在讨论 数位身份证吗 是不是把这个资料给了 这个承包商的关系 从承包商那边出去 因为数位身份证 并没有真的制发 对 所以并不是在那一关 因为那时候估计资料 根本也还没有借解 所以身份证整个法律 是当时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说 要用专法来确保 不管用不用晶片的人 他能够取得的公共服务是一样的 不是强制切换 那您个人支持吗 那另外一个就是要独立的个资会 这两个是先去的条件 我知道 但您支持这样的一个 以我们现在的这个 治安的状态来看的话 为什么我会提这个问题 最主要是他其实是 这个民间很想要知道的 因为你知道 有一股的这个量其实是反对 当然 这个数位身份证 我刚刚讲的这两个就是 他们在中研医院讨论出来的 对 他们有一部分 有一群人他是反对 那他反对 你如果真的去听 愿意去倾听他的声音的话 其实他反对的也不是 没有道理 中研医院那场我也有去 对 他并不是说没有道理的 所以就是说 在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之前 那我们如果说直接的就有这个 数位身份证的这个发行 那简单来讲 对于民众的这个个资的 因为这个还连接到现在的 不是贸名诈骗等等的这些情形 那回到刚才我们讲说 资安的部分 因为我的客户里面 就是我以前当律师 你也知道 我的客户里面 有很多其实是这个资安的这个产业 我是常常随着我的客户成长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就像你的自学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的学习 常常是跟着我周遭的人 或者是 也包括当中包括客户 或者是老师 甚至学生 跟着他们学习一起成长 他们就跟我讲说 这个资安的产业 他们就跟我讲说 到目前为止 其实再好的公司 都没有办法确定 你的资安是没有任何疑虑的 确实 他是不可能说 你可以保证 就是说 这个100%没有问题 甚至于就是在 上次我们不是发生 就是这个Acer 红基 对不对 然后还有几个国内的厂商 他们碰到被害的时候 他们是第一个时间 其实他们就是付款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的for 勒索定毒 对 他们没有办法的for 就是说delay 造成他的这个所持 所以简单来讲 以目前资安 还没有办法 能够有一定程度的 确保的一个情况之下 民众最担心的就是 他的资料出去 出去之后呢 他因为他的这个 包括他的这个 个人的资产的部分 他会被锁定当成目标 所以我觉得民众的这个考虑呢 其实也是我们行政单位 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要同样的 踏步考量 对不对 当然 其实这就好像说 说这个防盗门啊 防火箭裁啊什么 他每个都有一个承受的 就是程度 那但是攻击者 他并不会呆呆的每次都用 一样的方式攻击 攻击者也是有创意的 所以当他知道你的这个方式 可以透过什么方式绕过去的时候 他不会正面硬工嘛 大概都会绕过去 所以我们现在在推动 所谓的灵性人的模式 其实意思就是说 至少要有三道门 也就是说身份设备跟行为 而且这三道门最好 都是不同的厂商来提供 这样的话即使那家厂商 就是被找出弱点什么 至少不会说 你三道门都交给同一个厂商 他被找出有问题 一次就不过 可是他们在同三个 就是我们假设说 你一个project 会牵涉到不同的人 通常会有interface的问题 对不对 那你在要做这个interface的时候 你会不会也要disclose 你比如说第一个厂商 他的这个spec是怎么样 没错 然后第二个是怎么样 然后第三个是怎么样 对这个文言讲得非常好 就是他的损头 他怎么接起来 对对对 因为如果你这三道门 都是同一家厂商 他中间怎么接 他可以说营业秘秘啊 根本不告诉你 但是如果三家是不同的厂商 他中间就必须要用interoperable 就是共同的方式来接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你如果觉得哪一个厂商有疑虑 那你用同样的损头 同样的API 把它换掉就好 对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多元 然后抑制啊 这个plorality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那在这个中间 只要用开放的标准 随时你觉得哪个比较好 那一层就可以换掉 OK很好 我们再回到 刚才您还没回答 但是我相信年轻朋友可能很想知道 刚刚我们讲说 现在我们月聘的人员有70万个人 那里面的资安专才就是可能真的领的比公文员多一点 那比如说这约聘的人员 引领在这个雇佣的时候 约聘的人员并没有这个网军在里面 但是他的专场是在资安方面 你要不要借这个机会也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个人是你们想要target的 说不定就是说这个观众朋友在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时候 他也可以知道说 哦我对于书发部有兴趣 我也可以把我的resume 或者说我的 我有什么样的强项能够丢给这个书发部 当然就除了我们一部两署的约聘之外 现在我们还有国家自通安全研究院 就是资安院是一个行政法人 那所以行政法人也在征人 也是可以投履历 资安署的话主要是对于政策规划有兴趣 所以如果就是你是资安高手 但是你在想的是全国性的资安的 他们用资安法的修法等等 就是你对资安跟法律重叠的地方有兴趣 那这样子就很欢迎来资安署 可是那样的话他就必须要有法律的背景 对 他很多都是两个都学 就是他本身是可能对法律之前就有兴趣 然后因为其实法律跟城市有非常多相似的处 他逻辑性 对 我在想说我们两个的思维逻辑很像 但是我们虽然两个人学的专业是不一样的 但是那个逻辑性 其实不管是城市也好 法律也好 他的逻辑性他会必须要很重要 法律就很像一种城市语言 我们说公文城市也是用城市这两个字 意思就是它是有一定的process procedure 对 所以如果就是对这两个都有兴趣的 那我觉得资安署会非常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 那如果是专能对技术 尤其是工房技术有兴趣的就是资安院 那那边会有多少原额的需求 是 我们现在在今年年底大概就是两三百人左右 那所以这个需求也蛮多的 可能要征几十个人 那之后就随着资安院 因为现在资安院承担很多新的任务 像打扎的任务 AI验测的任务 这个我们待会会聊到 或者是甚至接下来独立各自会 可能会有一百人左右 里面说明有一些 这些全部都是约聘的人吗 没有 因为你讲他是行政法人 对 行政法人没有约聘的问题 我懂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并不是公务体系 不需要具备公务人员的资格 就不用高考 对不需要公务人员的资格 一般的民众 只要他对于软 你是写软体的程式 对对对 那跟你刚刚讲说 资安署他是比较偏向你 你有一点点技术 然后你又需要法律 所以那total加起来 目前你会征的人 会有多少 我们会持续的征人 随着资安院接到的任务 越来越多 就会征越来越多人 这就跟一家民间的公司一样 因为资安院并不受 总员合法的限制 对但是当然我也很明确的 跟资安院同仁说 就是我们这个是类似 自己域外伍 攻防的事情 所以绝对不能往内护打 就是绝对不能够有 您就是关心的政党 什么这样子的色彩 这个很好 今天你有这样的承诺 因为民间其实 顾虑得很深的事实上 接下来我们还不到一年 这个时间就是这个选举年 这个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你征用这么多的人才的原因 是不是你要这个形成一个网局 但是你今天就在节目上面承诺 是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这些人他都有他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但这些任务都不能够牵涉到 没错 跟选举相关的 没错 选举对于速发部来讲 他应该是要中立的 对而且我们就是确保 像中选会的计票的那个网站 大家即使很多人一起去看 那个网站是没有问题的 不会当掉等等 完全是对系统 绝对不会是对政党 所以你也允许就是说 大家就是有同样这个专才的人 他是可以monitor你的这个system 然后会确保就是说 他并不是会有坐票啊 对 那奇怪 那你其实比中选会 这个open很多 因为中选会的话 他还不准人家在投票的外面 去有任何的摄影东西 但是你只要是 就像我们讲说 电子上述会公司的电子 这个投票平台的话 你是可以让大家去监看 这个实际上 我们也在帮助中选会 好比像说 他们的电子联署系统的 治安的检查 这个我们治安署 这些program全部都是这个 这个书发部的人 以及刚刚我们提到 行政法学 他们来协的这些软体 那你有看过他们的这个软体 里面这个bug的几率 对 当然就是说好比像说 像刚刚提到 中选会的电子联署的系统 拿来验测 当然不会是我们重头写 是 那个是很多市场商来写 但是我们会用各种方式 所有已知的攻击方式 来试着去攻击 来确保说 像刚刚讲到防火 防震防盗等等的这些property 现在我们有运用像AI来选 有 因为基本上面来讲 那个 他们现在有这个 像伊拉曼斯 也是提到 他说这个东西 你现在这个AI 如果是没有人去 这个掌控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可能出来的 它其实是相当powerful的 超乎你所想 相见的情绪 对 所以就像刚刚委员说的 就是我们的这样子模拟攻击的 这样子一种脚本 当然AI可以来帮忙生成 是因为有创意的攻击方式 反过来就是蓝队就是 攻击叫红队 防御叫蓝队 蓝队的这个平台里面 我们在资安院 要进来之前 也有所谓数科的考试 数科就是把你放到一个 正在被攻击的那个状况 然后看你怎么应变 怎么判断等等 所以不是只是比是有标准答案的那种 而是等于是模拟考这样子 你这个就有点像 你的题目是不是就有点像 我们讲说在国外 Google也好 Meta也好 他现在很多真人的时候 没错没错 他就是有这些的 然后我看那些年轻朋友 他们的engineer 每一次要去interview之前 都先在网路上面 就是先学习那些 他们interview的时候 考古题 考古题是这样的 对 你知道我在讲 对 但是现在这种 因为我们是模拟环境 我们运用多少 对 我们现在资安院的朋友 只要是技术性值得进来 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考 就是完全就是像国外的这样的方式 对 我自己是资安院董事长 我也有上机考 对 考了半小时八十分还不错 据说算是还不错的分数 对 对 因为我比较熟悉的原因是 我知道我跟国外有类似的接触 所以我知道这个年轻朋友们 他们每一次啊 他们他们就是每一次跳槽 然后跳的这个很快 每一次一跳薪水就几乎double 然后每一次一跳 可是他每一次的这个最辛苦的部分 就是interview的这个过程的实际上面的 这些的一个事情 很好 我们很开心 就是说 在部长的带领之下 台湾能够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国际的脚步 台湾能够跟上国际 我们再到下一个议题 要请教的就是讲说 我们讲说像 我们在这个咨询的时候 我们就有提到 像现在不仅仅 我那天有放影片给您 就是孙燕芝的部分 其实还有很多影片没有放给您看 比如说周杰伦也是一样 因为他们的声音的频道 其实是比较不一样的 所以当你抓住他的声音的频率的时候 你就是如果你没有特别的去讲说 这个是AI周杰伦 或者是这个是AI孙燕芝的话 听者上面来听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 这个是孙燕芝的歌 好 那我们就提到 您有没有把这样的一个 我先稍微听一下 稍微做一下 电视吗 还是 敬畏 我们一起聊完 对 我调一下敬畏 然后我们从下一个议题开始 抱歉 抱歉 好 来 准备 5秒 4 3 2 好 谢谢部长 我们进到下一个 其实民众也非常关心的议题 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网络生活 跟现在的这个AI的这个世界 其实很有关系的 就比如说 我上次在咨询你的时候 有讲说 当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声音 为什么它有它的特色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音频的关系 可是以现在的AI的技术的话 它是可以把你这个特点呢 透过机器的方式 它是给它把它做出 它只需要几秒钟 它不像打电话 以为 我为什么都不讲话 只要这几秒钟 它就可以copy下来 对 它就可以知道你的音频带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在实务上面 上次我咨询也放了这个孙燕芝的这个影片 很很短的时间里看到 其实除了孙燕芝之之外 其实还有周杰伦 然后还有其他的人 那当然在法律上面来讲 我是先讲我作为一个法律人 尤其是这个IP的这个专业的这个 常常民众跑来问我说 那这样子到底是可以的还是不可以 我们看到影片里面 其实孙燕芝蛮高兴的 他说他觉得很有趣的什么东西 但是他的原因呢 是因为当他在放这个AI孙燕芝的时候 其实他标明的很清楚 他就AI孙燕芝 他并没有说这个是孙燕芝 没有侵害到他人格群 对 因为我们讲说人格权呢 并不是只有什么你的这个隐私啊 还包括你的这个肖像啊 你的声音啊 你的特征 因为这些都是代表你的这个人格 所以基本上面来讲 如果他把一个AI生成的孙燕芝 去当成孙燕芝去盈利的话 那当然不行 冒充他人 那就是侵权行为 他觉得不行 可是当他在做的时候呢 他如果讲说 这个是AI孙燕芝 就像我给你放的一个侵害 那他孙燕芝也觉得他很有趣 然后呢他也标明了 这个是AI时代 用机器写出来的孙燕芝 并不是真正的孙燕芝 这是输出嘛 还有他输入的时候 他采集的一定都要是孙燕芝自己 有公开出来的 那他才能主张合理使用 他不能去透露啊什么的 对 那但是呢我们这个是讲声音的方面 那你知道在这个 我觉得你应该也知道 那个Mit Journey的部分 就是人工绘图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这个其实一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也牵涉到就是我们国内的 这个知名的Celebrity 知名的人物呢 他运用了这个东西 然后去绘图 其实国外也有啦 国外惠图之后 后来他的这个价格 其实还卖的这个蛮高的一个价格 那后来呢大家就开始就想说 那这个知名权权 这个到底是属于谁的 那后来呢我去看了一下 我跟观众朋友讲 就是你应该去用这个惠图软体的时候 或者是其他的 我们讲说这个音乐 这个演唱啊 这个音乐的恋爱的时候 你还是要去看这个APP里面 他都有一个Termint Condition 对 他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条件 里面呢 其实我以这个Mit Journey的Case来讲的话 因为那个Case 我有进去看他的这个Termint Condition 他就讲得很清楚 他在里面讲的部分 他就讲说 呃 当你使用了这个APP之后 当然他是英文的 那他说你在使用这个APP之后呢 那么那你所出来形成的 这些的这个这个东西 你是不可撤销的 也就是你不能够撤销掉了 把这个权利呢 你有的权利呢 都授权给这个平台 对 都授给这个APP的Owner 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 因为你可以想象 他这样做的一个理由 是将来他的东西 因为他我们讲说 这些的这个AI的部分 有一部分是因为 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Data Base 他在放他训练 对 他这个用这个Data Base 他要必须确认 比如说你这个名人 譬如说我们讲 唐凤部长 你就给他下了一个 你用Agenic 给他下了一个instruction 然后下了instruction 他生成一幅画 比如说他生成的画 就是说我们今天相邻这个监察院 然后这个李伟源 这个访问唐部长的这个画面 然后他就把它这个画出来 然后这个东西呢 你就等同于呢 就授权了这个Majerny的这个平台呢 他有这个使用权 而且他有再授权给别人 那将来呢 比如说另外一个 我们另外一个这个节目主持人 是明贤 李明贤 那他在讲说 这个李明贤呢 在跟他的一个来宾 在这个对访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要他画一个图画 他可能会把我们今天的图画 这有一部分的那个特征呢 他也把它摆进去里面 如果他没有取得这个权利的话 他是不可以摆 没错 所以他要make sure 他可以使用这个database 他一定需要 可是很有趣的一点呢 就是在哪 就是在美国的法院判决 so far 美国法院判决里面 就认为 他认为呢 这个我们刚刚讲说 使用者 假设你刚刚讲 我们例子是说 你叫这个database去画画 对不对 那他的判决是这样 你没有这个著作权 原因是什么 当然这个案子还没有finalize 他只是一审的这个判决出来 那他为什么觉得 你没有这个著作权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觉得说 在我们的作权的概念也是 他说如果你是一个概念 你并没有真正的这个表真的 我输入那一串字太短了 他只能表示一个abstract的概念 他并不是像写一本小说那样 对 然后他也不像是你自己全部作画出来 所以作权全部保护这个单纯的概念 因为同样的概念每一个人都会有 比如说在这个 湘民这个监察院里面受访的时候就是 这个主持人坐这儿 然后布警是这样子 所以他不保护那个概念 像湘民监察院这有个字 可能也没有说著作权保护 商邀也许可以 但是因为太短了 大概不能够接著作 但是我们的湘民监察院 因为他有设计过 这个就可以了 美术 美术的话呢 他是设作权保护的 对 我说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有时候呢 法院的判决 其实牵涉到你的这个细节 也就是说你在用这个AI的部分 然后我们讲说这个 你的软体工程师在写软体的部分 那肯定的 他是在这个作权的保护的范围之内 那所以你每一个人写的这个软体 他现在问你出来了 你用AI 刚刚前面我们不是请教部长 你也有用AI自己去写软体程式 因为现在其实国外 他们现在发现就是说 AI写出来的软体程式呢 比那个菜鸟工程师 就Angela的工程师呢 写出来的软体 Quality 没错 他让新手非常快上手 对 然后但是他有 他有这个 他有把这个参观的讯息出来 所以为什么他会 Open AI之所以这么成功的原因 就是说因为大家共享 所以大家可以很快的把你的知识的累积到很高 那这一方面来讲 你有没有跟 比如说我刚刚记得你前面有提到说 你有跟文化部 你有没有在跟经济部或者是 其实我还有甚至跟Open AI的共同创办人 他现在还在Open AI 就是Bose Check 也有聊到这件事情 因为像我自己的那个写的程式 我其实是采用叫做Public Domain 就是Creative Common Zero 就是完全抛弃掉著作权 那所以怎么样用我都不会告你 那我们采取这样子最开放的授权 其中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这样子 别人就可以拿我的竹子稿 什么来训练AI的模型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 Open AI它可以在这么短的一个期间之内 能够这么成功 就是因为让大家的 以前传统的思维逻辑是说 你的创作 因为我鼓励创作 所以你封闭 有这样的一个权利的保护 但是呢 在新的一个时代里面 你反而是说 我把我的东西跟你共享 有很多人愿意捐出来 对 那您这样的一个讯息 跟着哪一些的部会有共同的一个分享呢 是 我想在工部门里面 就是关于AI法制的调试 还有使用的指令等等 当然国科会是主则做这个演统 但是在我们初一段来讲 你这样讲就有点担心 我会不会话讲太多 我那天看这个国科会的时候 国科会他讲说他现在因为CHAT GPT很popular 所以他现在要做台湾的 他在研究他自己的 对 你觉得这个gap 八年之间的gap 他能够pick up呢 应该是可以 是因为现在也有很多 像您刚刚提到Mid Journey 那个是你要订阅才能用的服务 但Mid Journey有一个竞争者 叫做Stable Diffusion 这个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下载到自己电脑里 那自己去生成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没有什么隐私啊 或者是各自外泄的问题 因为他就从头到尾都在你电脑里 可是他的data base 如果都始终在你电脑里面 他原来的data base 他其实在训练这个AI的时候 他就是把网路上面 他抓到这些公开的这些资讯 把它压缩起来 那像CHAT GPT也好 或者其他语言模型也好 压缩起来之后 其实一张USB disk就可以放得下 也就是说几十G 最多几百G的这个大小 也就是说当他把这个 整个网机网路上面这些字 全部压缩到这样子一个很小的USB disk的时候 像我自己的笔电 有96G的记忆体 他就可以一次把全部的都载入记忆体 载入之后我就跟用CHAT GPT一样 我请他写程式 他就回我程式 但从头到尾都不用传输在外面 你现在多少的部分是这样做的 我现在相当多都是这样子做 我的致辞稿啊 或者是我们新闻稿啊 都是他出来的 很多都是用 那你们的新闻联络人画 这个日子很轻松啊 就相对轻松啊 至少可以模拟我的语调嘛 那你有没有跟这个其他的部位 共同的分享 那这里面蛮重要的就是说 因为新闻稿本来就是会公开的东西 它不牵涉到我们处理到的隐私啊 那第二部分是说 我们尽量用地端的 就是用自己的电脑来跑 那回答您的问题就是说 国科会为什么要训练这个可信任的对话引擎 那国科会就是吴卓友有公开讲说 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确保说 它在中文的或者是台湾其他的国家语言 的这个支援上面 不会变成说我们都去订阅OpenAI 但是OpenAI一直它的 不管是华语啊还是台语啊客语 原住民族语啊 如果它一直不加上去 这个当然我也有跟他们共同 参加人去争取了 但是毕竟是 你是什么时候跟他争取的 就上个月的事情 你知道吗 我们讨论也是公开的 对你知道讲到这个Chair GPT 我曾经跟国科会那个主委分享 我有点worry 因为我有点担心的就是说 它的database的正确性 因为我第一次 第一次我助理跟我讲说 你用过这个Chair GPT 没有我是用过 然后我就说这个 其实它的法律文章 还有现在写contract 下次可能我们可以播一下 你给他的instruction 他写那个保密合约 最讨论的东西 保密合约 它的速度吃快的 对对对对 然后一个版本就出来了 它其实可以节省掉很多人力 它也会替换到很多将来的 这个工作的机会 任何人来说都一样的事 他很容易就学会了 对 但是与此同时呢 那是英文的 所以我不用自己讲说 它很快 他说那它的品质呢 我说它的品质也很好 我跟你讲 因为我已经在这个业界 这个已经三十几年了 可是它的中文就不太行 中文非常糟糕 不是不太行 你知道 因为我说 我请我助理说 你去问他这个李贵你是谁 然后他是用英文的回答的时候 他就把我变成个he 你知道 我一看到he 我就知道它是错误 然后接下来他又讲说 他就非常坚持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说我是时代力量的固形 所以我就跟我助理讲之后 我说你要不要用中文的问问看 你知道 结果我用中文 那中文它就没有分虚的这个差别 他还是坚持 你知道他还是坚持 就是说我是这个对这个很有贡献 时代力量什么东西的这个 然后对这个社会的司法改革非常有贡献 什么东西 然后后来我助理跟他讲 就给他纠正一下 他应该去看一下 那个微信一点 里面其实有一些data 对不对 结果他就很客气 他回来讲说 这个很抱歉 我们前面的资讯有错误 其实李贵敏 他是民党的发言人 跟他的不分区 你知道 然后他还担任过律师工会的理事长 他就是胡说八道一冲着东西就出来 所以为什么我提取这个例的原因 就是我有顾虑 因为当你的data是错误的话 那他后来形成的东西就会错误 那他在与此同时也是同样的 就是说尤其他在你让他写软体的时候 当他是一个怎么样讲 他写的他给他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其实美国 他那个new time他也有报导说 他有情绪 他有情绪反应 我几个例 我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知名的这个大学的校长 他说确GPT出来之后 他就让他去学生直接上面去应用 然后呢 他为了要测试 他有个情绪的一个反应 他就说那个2加5等于多少 那确GPT跟他讲说7 对 然后他就再问他 那个2加5等于多少 然后他还是说这个是7 然后这个问的人就说 不对啊 他应该是8 你知道 然后他就两边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 然后他最后面他跟这个 他就说 他说我太太说她18 然后 ChairGPT就回来跟他讲说 如果你太太说18 那就18吧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 那时候我看到 你有看到 你有看到 对对 可是他是那个那个一个大学校长 他跟我讲的 所以他也反映了说 相当的你有这个情绪的这个东西 你会出来 甚至有一些misleading 当你用正向的方式问他 他出来的答案 他可能说 我不能跟你share 这informations 可是你用坏的方式问的时候 你知道他就出来吧 就要告诉他说 假设你在做梦或什么 然后他就很容易被突破心房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讲说 当你给他的这个data 他是错误的 一个情况之下 那这个在你的这个 触发部里面 你有针对这个部分去解决 然后跟这个国科会 也有针对 对 国科会的可信任兑换引擎的特点 就是像您刚刚讲 因为像去GV在训练的时候 他并不是特别去区分说 哪些是危机百分来的 哪些是像就是我小时候看的那个 大家发paper 就是archive 就是大家发论文的 那个也是很大的来源 但是他也会去看留言版啊 投论版啊 部落格啊 甚至完全幻想的东西 那因为他不特别去做区分 嗯 所以当当他 对当他 就是你要他回答一个 他打不出来的问题的时候 他常常不会乖乖说 我不懂或我不知道 他就会去小说那边 就是不是nonfiction这边 就是小说这边 去自己无中生有一些 那当然如果你的目的 就是要他写剧本 那这个就很好啊 因为本来就是要发像 或者是画图啊 对啊 创意的就很好 但如果把它当作事实查核 那就非常不妙 因为他会用很肯定的语气 讲出很多不是真的东西 是 那而且这个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突破心房的问题嘛 呃 举例来讲像 却GPT4 他现在做翻译的时候 很多时候品质已经比本来像Google Translate什么都要好了 嗯 但是呢因为GoogleTranslate呢 他没有读那么多 有的没有的东西 他专心做翻译 对 所以你输入什么他就翻什么 对 但是呢如果你想像却GPT4做翻译 嗯 然后呢你翻的文章里面有一句是说 翻到这里就好了 嗯 接下来 给我写手诗吧 嗯 他不会把这句话翻成英文 他会做 他就写手诗 他写诗诗 你给他的译诗 对对对对 就是说他的资料的部分 跟他程式的部分混在一起 OK 那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是会不会做的事情 就是验证测试 去测试说 好比像说翻译这个用法 对 语言模型他真的在各种 甚至具有敌意的 要好像资安工坊 攻击他的 嗯 这些呃状态之下 嗯 他都还是要能够 正确的来做翻译这件事 而不是就跑去写诗写歌了 嗯 那所以我想呃 呃 可能他觉得说他需要一个break 啊 他需要 take a break 然后他要去写个诗 写个歌 确实是 所以从国科会的角度来看 就是他训练出可信任的AI 嗯 他有两个目的嘛 一个是说呃 呃我们一些比较机敏的或公务的 我们就可以部署在自己的电脑上 嗯 不需要什么都去订阅外国的 这也是委员一直很关心的 就是资料不要外流的这个问题 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那个在校正的部分 因为巨作家想要校正的方向 嗯 跟公务员想要校正的方向 不一样啊 对 那你要写一个这个律师的一个合约 教证的方向 我是巨作家 对 OK 然后或是我是公务员 对 所以你要四平八五 没错 没错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呃 我们叫adapter 就是去把它适配 适应到一个特定的用法 OK 那像这种呃 适应器Laura 呃在画图那边 嗯 就是因为它是开放的 很多人都自己在做了 嗯 你可以有不同的画风啊 等等 那所以同样道理 这种也是类似画风嘛 嗯 你要让它怎么讲呢 就好像说 我要科幻 对要科幻的 嗯 或要完全真实的 或要武侠的 对之类的 那像呃微软的病 嗯 现在就有三个画风嘛 嗯 你可以选择有创意的还是尽量真实的 嗯 但是现在就是说欸 好像只有微软知道怎么训练这个 嗯 但是透过可信任的对话引擎 以及这些比较开放的 嗯 那每个人自己下载下来之后 还可以再加一层 适配器 嗯 去让它的本来的训练更加适合我们想要的用途 所以这个才是真的AI的民主化 是 其实其实真的这个时代有很多太多的东西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对 而且其实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 嗯 那如果就是说欸 我们的所有的focus全部都是在不管是我们的技术方面 我们的文化方面我们的教育的方面 其实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社会呢 其实会更好 可是呢 我们今天早上有一则讯息是讲说 这个我们在脸书上面看到有一个这个 我们其实也是蛮好的这个朋友 慧教授他就有提出来说欸 你们今天出发部是有到这个这个成品 然后去调阅他们的资料吗 昨天有因为那是一个重大矩目的一个案件嘛 那所以本来作为无便面零售业的这个主管机关 那我们就有责任在三天之内要查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要实验 要写一个报告 给谁 当然给罗秉承政委啊 他是负责就是这个重大矩目 可是罗秉承他是学法律的 因为书法部基本上面来讲说 当我看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 其实当然就是我觉得贵教授 因为贵教授也是这个 我们知道他在这个法律方面其实是很有相当大的这个造译 那当然就是从这个行政法上面来讲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宪法里面保障基本人权 那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民众呢 他的这个个资的这个外泄 所以民众其实是很担心的 就是说这个个资是不是有这个外泄的这个情 那我们看到不管就是讲说像我们在 我上次质询您的时候讲这个IMB的这个事件 然后讲这个大家虽然知道是比较这个 比较这个这个这个有娱乐性的 对对对 然后在这个我们讲说这个其他的部分 像这个内政部呢把这个出去 这个资料出去 其实民众有很大的顾虑 可是在那些的事件 比如说我们讲说冒名诈骗的情形 讲到冒名诈骗 后来你们叫他下架 叫他下架了 七天之内下架了 当时提的那些绝大部分都有下架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是确保 就是假设打造无法有通过 对 那以后就真的要有投资 就尽管会特许的 才能上这种广告 一开始就不让他上 可是现在比如说我们假设 因为最近我们还看到 这其实不是我今天要谈 只是刚才讲到的时候 突然想到 突然想到 就是说那个像现在不是不仅仅张多摩 他们夫妻也上去了 然后这个施政荣也上去了 然后王雪红 也上去了 然后现在连蔡衍明都上去了 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用keyword的方式 这我们可以改篇再谈 但我只是觉得说 理论上来讲 我们透过keyword的部分 因为人家 只要是人家已经有厘清说 这个不是他的 其实很好 我们就可以通知Meta 或者是通知Google 就是说 这个当事人都已经声明不是他的 你应该要把他 现在他们都满配合 现在他们都满配合 就是在委员咨询之后 就建立了快速通道 OK好 那我们就回到 比如说奇怪 民众的感受 只是讲说民众感受 会说像这些的 因为诈骗受害 惊骇的金额 我上次有讲说 已经超过269亿了 那这个还是台面上的 但是这些的问题 都还没解决的时候 为什么会 因为成品的东西 我觉得 为什么大家会批评的原因 就是说 现在牵涉到这个人 好像据说是一个 有特殊的政治立场的人 我们倒没有特别看 真的吗 之前伟峰的时候 我们也有帮忙 得上的时候也有 没有做出 所以这个并不是 但是并不是说真正的 因为我们在看到 报道的时候是讲说 因为它有一个 特殊的政治倾向 所以那个action 特别快 其实任何重大瞩目的案件 都是一样 三天查米十天 给报告 只是之前 不管微风或隔山 或什么 的主管机关分别是 它本来是经济部跟交通部 只是刚好这一次 它是无电面零售 所以刚好是 我们产业署 自己是主管机关 可是 可是你去要求它提出来 因为像贵教授想要知道的 就是你要求他提出来的话 你的法律上面的 就各自法的行政检查 各自法上面 你按照各自法的行政检查 他必须要把这个资料给你 然后资料给了你之后 如果他拒绝给你呢 不行啊 各自法里面有特别说 我们去行政检查的时候 可以会同资讯专业人员 以及其他专业人员 那这一条就是为什么 好比像之前微风案 或德上案的时候 也都是我们资安院的人 可以跟着其他部会的主管机关一起进去 因为他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是齐了 那这个只是单纯的 因为在这个无体 无实体的这个案子里面 对 会变成他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对 但是以前的重量主管机关 我们也都拍了 没有什么差别的 对 但是因为你以前不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所以你是等于是协同的过去 然后这一次是因为 那你的资料在取得之后 对 你的资料取得之后 然后你取得之后 你在七天之内 你是昨天去 对 我们会先厘清说 因为其实 说是各自外一些 对 的情况有两种 一种是说 它是其实无差别的 它就是送简讯给一大堆号码 说你刚刚在成品买了 或在蝦皮买了 或在什么 但它并没有提到具体的 你买的那个细节 嗯 这个时候如果说是 这家电商 各自外写 有的时候是不公平的 嗯 因为它可能没有外写 它还是无论如何发 嗯 对 那这个 这个我们在疫情的时候 口罩使命制刚开始的时候 嗯 就有诈骗简讯去传说 你刚订了口罩 对 它其实并不是知道 谁订了口罩 对 它就是觉得每个人都会订口罩 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部分 但另外一部分是说 它真的里面有 联名待避的 甚至明确到 你花了多少钱买了哪本书 嗯 那这样子如果不是这个电商 嗯 那就一定是它的物流啊 嗯 或它的金流啊 嗯 别的系统有靠到这个资讯 嗯 然后泄露出去 那我们就拿 今天这个出来的讯息里面 就讲成品的这个案子 就是非常precise 有人名 有书名 有金钱 是 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受害的人直接去 书发部 申诉的吗 还是是怎么样 对 其实应该这样 成品自己也报案 哦 成品自己报案 他自己也有报案 那所以他报案 当然警察可以 呃 成品当然是 因为大家在网路上 都看到这件事情了 哦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要先释清 嗯 嗯 就是说到底是哪一环嘛 对不对 可能是成品自己 当然也有可能是它的金流 或它的物流 嗯 也有可能都不是 嗯 那这个要释清就要看每一个地方的这个记录 嗯 所以才需要这个技术上去调阅这个记录 那我们现在在 就是调阅的部分 现在是你们调阅完 对 那个检警呢 嗯 对啊同样的如果这个设计犯罪的话 对 那刑事局也可以同时进去 嗯 对 所以到目前只有你们 没有我们第一次去组行政调查团队的时候 呃 就有警察来 就是一起来看 可以有你们 对那 但是就是这里的point是说 我们并不是只是说要释清发生什么事 嗯 我们还希望说假设 好比说最后发现 嗯 我随便讲不是说一定是哦 嗯 是物流或什么别的 出去的 那我们就要推所谓的银马基数 嗯 确保说他以后在呃 呃递送这本书的时候 这个送货的人不能拿到完整的电话号码 嗯 嗯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要点点 对对对 他要联络的时候就要透过一个代码 嗯 去转接 然后他这本书送到之后 欸这个代码也失效 那这样的话即使这个物流这边 可能有一些资安的漏洞 嗯 以后也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OK 所以简单来讲的话 你的这个协助 你的参与行政的部分呢 是等于是提供一个technical的这个support 就离清发生什么事 对 然后呢你会跟陈斌讲说 他可能会需要的日后的这个改进的一个方式 没错 是这样的一个改进的方式 因为常常是他自己自安守护也许做得很好 嗯 但他下游的厂商拿到这些格子的时候 不一定能做得那么好 OK 那你另外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刚刚前面有提到这个 不管是 你是讲格尚出车吗 或者是微风 或者是微风 他的情形是怎么样 对 其实很多像 我记得格尚嘛 对 就是也是一样啊 就是民间的白猫骸客 嗯 然后呢他发现说 欸这边可能有一个漏洞 所以其实可能 黑帽就是攻击者 或者有坏人那边 其实都还没有发现 嗯 但是就有守望相助嘛 就有人就发现了 嗯 那他就通报到我们TWCERT 嗯 的这个email 嗯 所以其实现在自从Irant那一案 嗯 是我自己亲自通报TWCERT 之后 大家发现欸有TWCERT 可以用 所以不管是财政部的案子 或者格尚或什么 那大家只要一主动发现问题 守望相助 立刻就通知TWCERT 那TWCERT呢 也是我们社会部主管的一个法人的 Program 他就会去找到 谁是那个系统的维护者 嗯 第一时间就来进行处理 嗯 所以这是联防的价格 嗯 那那个我想在那个节目最后 还有两个问题 好 第一个呢 就是说其实 我其实也质询过你在那个 立法院的时候 有提到就是说 对于那个 这个 我们讲说当时的QR Code 扫QR Code 这个简讯实验词 很多民众呢 在事后呢 收到很多的这个 那个不管是诈骗的简讯 对啊 大家都觉得说 是不是因为这个简讯实验词呢 因为我知道就是说 简讯实验词少了之后呢 我在询 我在询问那个NCC的主委 陈耀祥的时候 他不太 他很hedsitate的 这个回答 所以让大家都很毛 你知道 我知道 因为我上次问的 对 我当时是回答是说 我公务手机 私人手机嘛 对 我只用私人手机扫 对 结果两个收到的诈骗一样多 对 所以应该不是简讯实验词 应该是无差别的 但是 委员后来有提到说 对 你扫了之后好像有 输入一些资讯什么 但那个就不是简讯实验词 因为你扫了简讯实验词之后 只要按送出 是不用输入东西的 那以前是有一些别的解决方案 是 Google表单啊 还有一个叫什么防疫实验 冲冲冲啊 什么之类 就是在简讯实验词 推出以前的 网路上的实验词的 那些的 intervention到了哪里去了 对啊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以前是 店家分别管理 对 我跟你update一下 就是说 我们去看那个 审计部的时候 审计部的报告到今天为止 他都还没有能够去检视 就是 简讯实验词的这个资料呢 是真的已经全部把它删除掉 就是我在回答答询的时候 有告诉委员说 因为当时地方因为防疫的调查的关系 是 所以他们是有一个医疗注平台 所以他们可以 呃 检视 就是28天了 就是大家的足迹等等 那所以删除的责任 其实是在地方卫生局 以及他们找 不管谁来帮忙 的这件事情上 那神经部确实 他也发现说 呃 就是理论上 像现在指挥中心都已经降级了嘛 对 理论上早就应该要删掉 对 但是有一些说有删 对 他有一些说有删掉 但是那个很明确的几点几分 什么时候谁删掉那个记录 审计部现在还在进行审计 嗯 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嗯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当时没有推出简讯实验室 而都是全部keep在店家的话 嗯 审计部其实没有办法去audit 每个店家都删掉了 它是全分散式的嘛 嗯 所以至少我们把frontend的这个可能的各自外写的问题 透过简讯实验室有所解决 可是我们知道骇客他不会只有去看frontend啊 对啊 所以backend在每个卫生局 确实这个就是审计部现在在关注的部分 所以后来当然就是简讯实验室退场之后 改成用大家手机里面的蓝牙嘛 就是台湾社交距离 嗯 那个的特性就是说 它根本没有一个中间aggregate 就是把资料聚集的地方 大家都是分别在自己手机上 那每个人手机自己保管好 那像这样子就是更好的这个隐私强化的技术 对 OK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是我今天咨询这个财政部跟你分享 因为我知道你的这个财政申报 是是是 对 我说缔约20万 对对 我跟您报告 因为我今天帮你问 这个财政部就是说 是是是是 那亏损可不可以这个申报扣底 是 财政部说可以哦 嗯 刚出海的时候有申报 亏了就可以申报 就可以申报 然后呢 然后再告诉你这个 这个好的讯息 是讲说 你的这个亏损呢 它可以last 这个十年 也就是说 你的亏损的部分 因为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FTX的这个受难部 尤其很多的年轻朋友呢 其实这个受伤惨重 甚至我们看到这个很多来跟我们办公室这个请愿的这个年轻朋友们 他的这个一辈子呢 可能很年轻哦 前面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操作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很这个很洋洋得意了 我应该这样讲 可是单纯的一个transaction呢 他的损失就很惨重 所以呢 你是不是有很多的根据这些的经验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要谈这个虚拟的资产的部分 有很多可以谈 然后包括这个NFT 哎 讲到NFT 这个你们的行政部嘛 你们的行政部嘛 主管机关到今天没出来 电子签章法是我们的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 有一个全球性公正组织的电子签章 所以公正跟签章 是我们没有错 但是他签出来那个东西 如果发生了债券或者投资或证券或什么的效果 那个效果就不在我们 没关系 因为那个是法律的部分 那个我将来慢慢的会跟这个观众朋友解释 他的这个差异性 那另外一个呢 我也是这个在您最后这个表达您跟观众朋友分享这个虚拟资产的这个经验 还有给观众朋友一个忠告之前呢 我还想请教你一件事情 就是说那个Fintech 这个金融科技的部分呢 其实他们对您有很深的情绪 有啊 因为他们有点担心就是传统的这个金网会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网络时代的 那您会愿意担任这个金融科技的主管器官吗 我们现在跟金融会有一个很密切沟通的平台 是 去确保说我们从叶子这边听到的这些反应 是 特别是像刚刚讲到的跨境的签章啊 是 或者是这种跨境的公正啊 是 这个对金融会以前的那个架构确实比较不习惯 是 但是随着时间过去他们也有做无实体的就是网银啊等等 其实他们慢慢开始了解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regular很固定 他们有一个特别的部门 他们有一个特别的部门跟你们对头吗 我们这边有各种就是我们的各司署 那都会碰到这种类似法规调试的议题 是 所以我们在跟金融会谈的时候 每次就是我们好几个司 也包括我们产业署 那我们的窗口就是产业署上了 就是政华 对 那他们那边当然他们也是所有相关的局啊 司啊什么 大概都会来进行这样子的对话 是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并不是说什么东西在网际网路上做 他就不受本来的主管机关管 当然不能这样 当然 但是他管的方法 就像您说的 纸跟这个平板 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啊 你的平板我们拿原子笔去写啊 对没错 对 所以就是说他的监管的能力 可能还是在本来监管机关上 但他监管的方式要与时俱进 对 那这就是我们可以帮忙的地方 OK 好 好 你们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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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次长 对 他可以上台的时候睡觉 他可以在台上睡觉 他也没抓他 对 对 我们看起来是他眼睛小 很容易密起来 你看像我 不会这个为难 因为我觉得就事论事 是是是 不需要 但是我觉得这个民众很需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呃 希望我们现在政府 尤其在这个网络时代 能够有一个大有为 对 这个就是说 你了解的东西 当别的单位不了解的时候 你可以一间单起 就像你小时候 嗯 的时候你可能受到很多的跟这个传统的一个方式呢 不一样 但是你同样能够克服这些的一个困难 所以民众呢 对你有很大的一个期许 尤其当你在听到日本在讲 是这个IT大臣的这个天才的IC大臣的时候 我相信给你这个美誉呢 其实也是希望你能够担起这个这个重镇 那最后的时间 你要不要跟我们这个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就你的人生的经验 给我们观众朋友也一些的鼓励 就也包括就是说 不管是从你的这个思维逻辑学习 或者甚至在你实际上面操作的虚拟资产 或者是在AI时代 他可以怎么样子能够发现自己 突破所受到的一个障碍 能够前进到全世界 好啊 因为其实现在全世界都很关心台湾 那我们好比像说这个马祖发生海岸的事情的时候 真的非常多国际的 不管是卫星啊 还是网路啊 自然公司啊等等 都来探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以及他们可以帮什么忙 或者是去年8月这个完工的时候啊等等 所以我想现在就是我们人在台湾 那我们享受这样子的民主自由 那我们也学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有所谓的任性 就是resilience 地震也可以破坏掉海岸嘛 什么东西都可以破坏掉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学习的过程里面 就一直会受到这种攻击 那受到这种攻击 我们叫做万事万物的缺口啊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我们每次受到这种不利的状态的时候 大家从中学习 我觉得台湾有一个很好的状态 就是说 不管是碰到怎么样子的避震也好啊 什么别的威胁也好啊等等 大家心情是堵定的 因为知道说这个自由民主人权 是大家共同的这个价值 那国际也是看中我们这个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不管你是学资安啊 学资讯 学软体等等 你所学到的这个经验跟知识 第一个全世界都想要 全世界都想知道 所以呢这个薪水呢 也不是问题 因为如果你学的 只有在某个地方可以用 那个就是资方来决定 要付你多少钱啊 但如果你学的本事 全世界都想要 那就是你来决定你要做什么工作了 所以就尽量用一种跨境的方法 来想就是我们在学的事情 在做的事情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在网路上面这些开放的社群啊 就像我刚刚讲的 很多人是抛弃掉著作财产权 所以他写的任何东西 都可以变成你的素材 你学习的榜样 那而且呢更好的是 因为我们这个学门 资讯科学非常新 很多大师都还在世 所以就像我当时四四五岁的时候 就直接写个email去 那人家也非常愿意 来跟你一起创作 所以不要有一种好像备份不到 年纪不到 学历不到 身份地位不到 自我设限的情况 那事实上 其实在我们领域 做出重大贡献的很多创业家 全部都是中卓生 就是因为他在可能大学一年级二年级 找到一个好题目之后 他就跟这些前辈 就一起开始创作 一起开始创业 所以第二个就是 不要因为自己的身份什么 彼此来限制 那第三个 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 就是多多少少 在自己工作的时候 还是要想公共利益 是 因为如果你想的只是自己赚钱 自己薪水等等 其实你能够互动的人 就那么这些 就是你的这个职业里面的人 但是如果你是愿意去 好比像说在环保上面 在社会的协助 彼此协助上面 帮助弱势上面 像做律师也有这个 公益的辩护等等 那这些经验就可以带你去认识很多 不在你平常社交圈里面的人 但是往往在这些人里面 你学到的是比每天都接一样的案子 要来的更多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留一些时间 来做公益 大概谢谢 好 OK 我们今天特别感谢唐凤唐部长 他能够播放参加我们湘民监察院 用这个很开阔的一个心胸 来跟我们共同的讨论 我们民间所关系的这个议题 但记得刚才唐部长 特别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危机就是转机 用开阔的心胸向前进影响世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湘民监察院见 拜拜 拜拜